削骨的 这是做成治疗骨翅的部分 就是丝瓜中跟齐相三瀉的倒码 两针紧贴在骨头才会有作用 因为紧贴的骨头治疗骨翅的毛病 所以移骨制骨 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本瀉骨它治疗 也可以治疗膝盖的骨翅 退化性的膝关节发炎 这个疗效非常的好 董事业在扎针的时候 能够贴骨就尽量贴骨 比如说灵活主穴以及大白穴 这几个穴都是从贴骨扎进去的 不但针感比较强 而且疗效比较好 那丰氏穴 比如说九里穴就是丰氏穴 中九里穴 中九里穴 要扎的时候 通常是扎到哪里 扎到大腿骨上 碰到大腿骨 大腿骨头是这样子 大腿是很粗嘛 那这个大腿骨是这样的时候 从丰氏穴这样一扎 扎进去的时候 不是扎到这里 是扎到骨头 抵到骨头边缘 这样明白吗 这样的效果也叫贴骨 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这也是疑骨制 这让各种疯病疼痛 但是疗效甚好 现在鱼派的说法强调骨膜传导 认为骨膜有传导的作用 因此扎针的时候 尽量贴骨跟鼻骨 尽量贴骨 第二个是鲸至鲸 贴鲸进针可以治疗鲸病 比如说齿则 齿则在大筋的旁边 可以治疗全身的筋的毛病 对运动物的病变相是很好的 所以全身的筋的毛病 可以扎齿则 它就在大筋的旁边 而正筋正宗 它就是阿基 比斯肩 是一个很大的一条筋 这个筋 针刺进去的时候 可以治疗脖子僵硬 小腿 筋紧 今天做总示范也有一个学员 提到说小腿疼痪的酸痛 紧脏 正宗穴就是一个很好的穴道 以肉之肉 司马穴跟尖宗 都是肌肉比较丰富的部位 常用来治疗肌肉的毛病 比如说肌肉萎缩 重症肌无力 今天有人问了 就是眼睛的下垂 重症肌无力 就是以肉之肉 疗效甚好 在十四筋穴里面 驱慈穴 手三筋穴 河骨穴 就是肌肉比较丰富的地方 治疗肌肉病变 这样 所以肌肉萎缩 在中医的原理里面是阳穴 筋的湿热 以及火硕肺筋 所以这些穴位对清立阳穴肺筋的湿热 是非常有效的 而驶马穴 肩中穴 驱慈穴 手三筋穴 河骨穴 来治疗肌肉病 也是非常有效的 以脉之脉 紧贴着脉管的穴位 可以治疗脉病 一如人中穴跟地中穴 因为靠近血管 所以调整 血液循环 治疗心脏病 跟血管硬化 效果是很好 还有把脉的地方 把脉的处关刺 它刚好在脉管旁边 有一个叫脉胃穴 脉胃穴的话 脉胃穴其实就是太阴穴 治疗脉管的疾病效果非常的好 根据骨形对应的原理 以骨制肾 以筋自肝 以脉自脾 以脾 自肺 自肺 这是 在董事齐穴里面 出出重见 好 董事齐穴 的 跟经络的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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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